刑事局侦查第一大隊去年11月偵辦儒姓嫌犯 經營非法賭博維運機房 溯源追查後發現該賭博維運機房 卻是委託以料姓男子為首的合法網路服務商進行維護 日前見實機成熟 一舉查獲料姓祖賢等9人 並查扣筆記型電腦、電腦主機、螢幕等相關證物 本局偵查第一大隊在110年的11月間 增過無信嫌犯所經營的一個 不過唯一機房的一個案件 經群縣查知該機房的網路 他是由料姓嫌犯公司所經營的 公司來提供網路服務 本局偵查第一大隊隨即與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刑事警察大隊 共組專案小組 來報警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偵辦 專案小組尋線追查 來鎖定料姓嫌犯為首的網路服務商 發現他們在國內的合法求職平台 來看燈、廣告、招募系統工程師 那我們也經長期的根堅發現 他們的相關的犯罪意點 隱藏於包括在台北市大安區 台中市北區等商辦大樓 門禁管是非常的深嚴 專案小組現實際成首 也在今年的7月21號 來執行同步查契 查過了廖姓嫌犯等久人道案 並查過了相關的網路服務台 還有維運機房的相關的設備等章證物 全案依賭國罪嫌 來移送台灣台北地檢處申辦 最後本局也呼籲 現在不法其常 經常透過合法的一個求職平台 來以高薪為誘因來招募員工 民眾如果發現說求職的工作內容 跟那個應徵不符 或者工作項目來涉及違法的部分 請立即脫離 然後跟警察機關來檢舉報案 來共同打擊不防 維護社會之案 全案訊後依賭博罪嫌移送偵辦 行事局也呼籲 博弈事業常於合法求職平台 以高薪為誘因招募員工 如果發現工作內容 與實際應徵不同 或工作項目涉嫌違法 應盡速脫離 並向警察機關檢舉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